9月20日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吸引主题日吸引战略发展推荐 即电影雪狼犬新闻发布会在西安隆重召开 本次活动已走进吸引从变化看发展 从当下看未来为主题 进行了战略合作签约 电影项目推荐和电影雪狼犬新闻发布会等活动 吸引国际院线接派仪式和电影圈子 吸引电影产业集剧区启动仪式成功举办 而在电影雪狼犬新闻发布会上 导演刘建华向大家介绍了电影内容和影片拍摄过程 来参加这个四届丝绸电影节 我原来一直想成为一个对家新人养来的 原来说听说有这个养后面撤吧 这个没办法 就下一个以后再生吧 我们这部电影在拍摄过程中 没有伤害一只动物 该片主创制容强大 军有吸引集团颇具实力的大咖担当 更是顺利入围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电影评选竞赛单元 将决主本届电影节传媒荣誉 并首次公布了预告片海报 此外主创团队还分享了创作花絮和惊险经历 在这圈里待了将近二十年 第一回演一个地地道道的西北汉子 怎么说呢 这个角色一言不合拔枪相向 但是为了感情又可以奉献一切 甚至于奉献自己的生命 就是一个敢恨敢爱的西北男人 西北汉子 别的不能再给我说什么 剧透了就 好谢谢 我三百多斤天天爬雪山 我爬到头回眼 就这种情况都没有瘦下来 对我爬了到最后我都见导演 刚才见我第一面就是 飞龙来和平红牛补一补吧 都没成事